請你幫我健康庫 不痛要小心 不需胃出問題 為什麼胰臟炎會這麼痛 你的胆汁逆流 或者臨力逆流的時候 造成你的 等於是你自己的那個器官 在怎樣被溶解 我們內臟正放在 網水裡面那個 對 這個比喻就是 是這個意思 是 沒錯 發炎之後 因為它一發炎之後 它把旁邊的組織全部 全部都用網水去泡它 那就產生急性發炎 旁邊的器官全部會受到影響 腹部疼痛是警訊 恐怖疾病找上癮 怎麼判斷才正確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今天我們就針對了 上腹部這邊的疼痛 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 我們來稍微的聊一下 可能都是一些NG的習慣 包括要問問大家 是不是經常忙到忘記吃飯 一吃就要吃得很飽很飽呢 會喔 對 還有第二個習慣 就是愛吃素食 還有血酥肌 對 尤其是像我們在這個圈子 也是一忙一整天 對啊 一整天工作在忙的時候 很多人是 我不吃東西的 但是一結束了 吃到盡興 大吃大吃大吃 回饋自己 我覺得那個是心理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早上要 比如說要工作 如果起晚了 你就會想說要趕快趕去現場 對 那吃飯真的是想說 等一下有空再吃 可是到了現場 你開始忙之後 就好像真的沒有什麼空 然後中間開始吃 也吃得很快 或者是你又怕吃了 等一下又想上廁所又怎麼樣 就是特別是外景 會毛病很多 然後就憋了一整天 等到晚上結束的那一刻 你除了身體的疲累跟飢餓之外 還有心理的不爽快 全部都要療癒一下 靠鹹酥雞來療癒 還有吃到飽 還有吃到飽 然後或者是中間很趕的時候 會有得來素啊 也可以隨便塞一下 那你自己一個人 可以最多吃到什麼量 我覺得一百塊一定有 一兩百塊 一百塊一百塊 一百塊一定有啦 而且一定要點炸薯條 我超愛炸薯條 一定要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立志成為全台灣的炸薯條達人 幹嘛 因為我很愛吃薯條 一次嘴巴可以塞幾根是嗎 不是 就是因為我覺得薯條炸的好吃就是 你會很順口 然後我不管去美式餐廳我都會點炸薯條之外 要是譬如說賣滷肉飯的 他有炸薯條這個選項 滷肉飯 如果就是滷肉飯店的話 炸薯條 我也會就是去點 我想要吃吃看就是 想把全台灣炸薯條都吃撇 我知道我最誇張 我很愛吃那個鹹酥是有炸湯圓 炸湯圓有 花生粉 對 我可以一個人點三份 哇 那個超好吃的 好好吃喔 那吃喜酒的那一整盤都被你吃 對 都打包回家 對 而且要配可樂 喔 喔 現在可不可以來一點嗎 怎麼都沒有示範給大家看啊 對啊 這應該要準備 但是在大家聊得這麼盡興 小時候沒有關係 因為肆無忌憚嘛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要小心的 可能你稍微會流冷汗 你都沒有痛過嗎 沒有因為吃完而痛過嗎 上腹部喔 有啊 當然會痛 很容易脹氣而已 可是我只是覺得那是脹氣而已 對啊 那只是吃太飽 然後吃的那種不舒服 所以等一下就過了 是不是 是會痛一些 沒有啦 痛一會兒 對啊 年紀越大就是 時間會越久一點 不舒服的時間會越久 我現在是到這個程度了 但要小心的是可能會更嚴重的 什麼 膽囊炎 膽囊炎 他可能不是只是脹氣 有 我有朋友 就是 也是去年的是 我有兩個朋友都去開刀 然後都是送急診開刀 然後開刀完 原來他們都是膽囊炎 但是我 因為我去醫院看他們的時候 我有一點嚇一跳 因為他們一個二十幾歲 一個四十幾歲 所以我那時候才 我的生活中才出現膽囊炎這件事 而且我才發現原來他沒有 分年紀 但是他們確實都有這種習慣 因為我那二十幾歲的朋友 他們家就是賣鹹酥劑的 但是大家可能想說 膽囊炎到底是什麼對不對 來 王醫師 膽囊炎顧名思義就是膽囊發炎 膽囊在哪裡呢 膽囊在我們肝臟下源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摸你的肋骨 你右邊 右邊的肋骨的中線的下面 這個地方就是膽囊的位置 中線的下面 對 就是這邊 這邊的肋骨 這是我們的心窩 最底下那一條肋骨 對 肋骨的中間 中線的下面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膽囊的位置 當然那個地方膽囊發炎 顧名思義就叫 所以如果膽囊炎疼痛起來 對 它就是上腹部整個地方 對 給大家一個觀念 這邊土曉哥 胃在這邊 膽囊在這邊 基本上它算接近的 對 那我們神經的分布 我們皮膚 表面皮膚的分布 非常地密集 所以別人打你左臉右臉 都很明顯 五根手指頭 一根手指頭你都知道 可是我們肚子裡面的神經 分布很廣泛 所以它的痛起來就是一塊 所以病人跟你說 這邊痛 這邊痛 所以你就以為這邊痛 好像跟這邊痛也差不多 跟這邊痛也差不多 所以很多病人就像 昌明講的一進來就說 醫生 我胃痛 我說你怎麼那麼厲害 醫生還沒診斷 你就告訴我你胃痛 那你胃痛就吃胃藥就好了 你看醫生幹嘛 但是基本上 就是病人對於疾病 他給的名詞太過空泛 所以他說 基本上上腹痛 所以昌明講的上腹痛 我們一下經過檢查的時候 發現你到底是胃痛 還是膽囊炎 因為治療的方式 原則上會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剛剛那些NG的習慣 跟膽囊也有不關 這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膽囊要來幹嘛的 我們膽囊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儲存膽汁 濃縮膽汁 再加分泌膽汁 這個膽囊它的工作 它每天要規律地工作 所以三餐定時的人 他時間到膽囊就會收縮 膽囊為什麼收縮 當你的食物進到胃之後 它會產生 胃裡面有一些 你的食物裡面有脂肪的東西 當開始消化之後 到了某個程度 它會體會訊息 你告訴你的膽囊 你的膽囊要收縮了 收縮之後 它就把膽汁 經由這個膽道流下來 到這個食二脂肪附近的話 去把脂肪的部分 做乳化 做溶解 後面才能夠消化 當你不定時 不定量的時候 這膽囊 它裡面的膽囊會變得很大 為什麼 膽汁流到裡面去 它很大之後 它沒有時間到 它沒辦法收縮 它就沒辦法出去 沒辦法出去之後 它的膽汁在裡面 會慢慢地 濃縮 濃縮這種膽汁裡面的膽炎 會刺激你的膽囊壁 就會發炎 這個樣子像什麼 像你胃 本身胃裡面什麼 有胃液 你該吃東西 我沒吃東西 你那胃液沒辦法消化什麼 沒辦法消化食物 就會消化哪裡 你自己的胃壁 那你的胃就會痛 所以這個觀念 基本上 胃的痛跟膽囊的痛 初期極性膽囊炎 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那如果嚴重呢 嚴重的話 我們常說這個膽囊炎 初期就叫做極性膽囊炎 是因為你可能因為你飲食不正常 又常常不定食不定量 零食吃到高油脂 導致這個膽汁沒辦法排泄的話 會痛不痛 可是當你那個膽汁太濃稠 會產生什麼 它結之後乾脆會產生什麼 膽囊一頭 後來之後變成膽紗 會變成有一顆很大顆的 當這個膽囊變成膽結石之後 會變成 這個膽性膽囊炎的話 你的那些膽汁的濃縮功能變差 你的效果功能也變差 變得容易噁心嘔吐 可是當這個萬一 哪天很不幸 膽囊炎如果破掉 它就變成所謂的 我們肚子裡面所有的器官 我們醫生什麼都不怕 都怕器官變成之後 破掉變成膽膜炎 負面之後 它的手術就嚴重性 跟困難度都變得非常大 會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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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所以你記得之前 不是有人去吃Buffet 還是一次在那邊展示他吃 天啊 第二天就送醫了 對啊 蝦子油不多 它四百次很大 四百次就很近的 連頭都吸 你四百次是很驚人的食物 連頭都吸那就不一樣 而且他不可能只吃四百次 下一次他一定還吃了別的 太多了吧 光晨都吞了 很低迫 可是我覺得一般比較常見的 反而是這種慢性的 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有一個女生 就是他呢 就常覺得他大概四十幾歲的女生 他那一陣子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一吃飽的時候就覺得胃痛 我們都覺得吃飽那個就叫胃痛 他說吃飽之後就覺得胃痛 他覺得自己可能消耗不良 所以他大概就是買胃傘吃一吃 通常過一陣子也就不痛了 可是大概持續一個月的時間 結果只要吃飽就胃痛 吃飽就胃痛 他想說最近真的是比較狀況大 結果剛好一天約到全公司 就說要約去聚餐 聚餐就大吃大喝你知道 後來不得了 後來吃了之後 開始他說那個劇烈疼痛是痛到 他開始會覺得噁心嘔吐 然後他說痛到是那種 連背都在痛 然後開始回家想說 怎麼會這麼痛 然後發燒 想說這一次是怎麼問題 一去就發現固然 他可能之前已經有膽結石 他不知道 所以每次可能你開始吃東西 開始分泌膽汁的時候 他就會痛 所以他一直以為胃痛 可是他自己一直以為只是胃痛 所以都沒管他 到後來醫生說他檢查發現 他整個膽壁就是 膽囊壁都已經就是有點沖血 可能受傷了 他說他孕劑非常好 他說再晚來一點點 可能膽囊就破裂 破裂就會造成 好恐怖喔 但是如果你膽囊發炎的疼痛 它是會 它是間歇性嗎 還是它會就一直從頭痛到尾 應該說 它如果是石頭卡住的話 那段時間就會非常痛 那如果是膽子分泌不順的話 它會有一個周期性 就是它可能過一段就不會 所以初期如果是因為膽子 沒有分泌過去的話 基本上其實病人 痛一下子就會過去 那這個很多人誤會 對 基本上就剛才提到 說你必須食物經過到胃 那你一個脂肪的東西 會刺激 我們常說我們覺得到 神經內分泌的系統 會刺激到膽囊要收縮 當它開始收縮之後 它收縮不過去 就有點卡住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一個陷阱了 因為你看 一般人想說吃完 哇 它有點痛 一下就過了對不對 然後吃個胃散 好了 你不曉得是膽囊發炎 就過了 可是一次 兩次 三次 那到最後就已經變嚴重了 對 變慢性的膽囊發炎 其實我們常說 其實胃痛的話 基本上它就單純會比較上腹 因為膽囊它基本上是在 我們剛才肋骨的下面 比較裡面的地方 所以它痛起來之後 有一種病人會痛到什麼 痛到背後 那基本上有可能會痛到右肩 那基本上如果它痛得比較厲害的話 我們醫生會做一個超音波 當超音波那個探頭 壓進去的時候 叫病人吸氣一吸起來 病人會馬上 尖叫 尖叫 然後馬上彎下去 那一般其實胃痛的人 它其實平躺 它還能夠舒服 那膽囊員如果痛得比較厲害 病人就會稍微彎曲 因為它變成一伸直之後 那個膽囊被拉扯到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痛 所以我一般都跟你講 就像辨別 對 所以有膽囊炎的高危險群 是的 譬如 應該說 我們第一個 這個當中 女生會比男生膽囊多 女生為什麼 對 女生膽囊多 這基本上 基本上其實說 膽結石 膽結石引發膽囊炎 膽結石大概90%的 慢性膽囊炎 是跟膽結石有關 膽結石基本上 女生會比男生多 對不對 年紀是個差別 不是 是因為為什麼 女生愛吃油嗎 基本上它跟荷爾蒙有關係 剛才有提到說 它跟那種神經內分泌有關係 它跟荷爾蒙還是有相關 好文化 什麼 什麼 但你再聽下去 有別的這種危險區嗎 跟肥胖也有關係 跟肥胖也有關係 那過來跟年紀有關 所以剛才有提到說 年紀 40多歲 40多歲 本身也是一個因素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 常常 三餐 不定時 不定量 我常常說 膽囊你讓它定期的能夠 做工作 它基本上它就可以維持它的 正常功能 可是如果你常常一段時間不吃 一整天早餐午餐沒吃 到晚上 才開始吃鹹酥雞吃大餐 它本來膽囊是這樣子 到了晚上變成這麼大 它想排出去的時候 上面 剛好你太緊張沒放鬆 它排不出去 它整個悶在那邊 它就會出現不舒服 那除了吃到很飽以外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在生日那一天 哇 送急診 蛤 因為吃了一個冰淇淋的蛋糕 就這樣啊 對 然後就突然好痛好痛好痛 去了醫院才發現 好像就是因為膽結石 引發了膽囊炎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像是冰淇淋這一類東西 還有什麼樣高危險的食物 要做 對 剛才王醫師有提到 其實膽結石膽殺的人是 膽囊炎的一個高危險群 對 最直接的 你膽汁的功能是消化脂肪 所以如果你吃高油脂的 比方冰淇淋 你吃一個過生日吃個蛋糕 大家很開心 結果你這邊痛了 對不對 因為膽油脂 或者吃個生日吃個豬腳麵線 滴咖哺哺哺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吃高油脂的 剛才王醫師講 高油脂如果你右腹部 在這個肋骨 這個膽囊這邊不舒服 通常馬上看醫生 應該十之八九 都是膽囊的問題 右腹部 右上腹部這邊 那這個部分就是 高油脂的食物 高膽固醇的食物 還有一個高鹽份的食物 高鹽 為什麼 因為膽汁裡面 90%以上都是水 所以你喝水不夠的人 脫水 你吃太鹹會脫水的話 你水分不夠 也會讓膽汁濃縮 那這也會造成膽砂 膽結石 甚至膽囊發炎的一些 陰素的食物 那你這樣子這個方向一列出來 幾乎很多東西都被打掛了 對啊 不管是泡麵 吃得高鹽 對 洋芋片 對 油脂也夠高 沒錯 你都淋嘴的 還有油炸的那些 剛才講好吃的那些食物 冬山鴨頭 也就是你在 台風天吃的大神 對啊 對啊 所以台風天可能會比較耗發一點 醫院又沒開 對 機神是有開 不用擔心機神是有 機神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飲食得要清淡 三餐定食之外 還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應該說 其實生活健康的原則 就不外乎生活要規律 三餐定食定量 那以清淡飲食 那再過來 如果你知道你有膽結的話 基本上 有痛起來 基本上要看醫生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次的痛 都受不了了 其實應該說很多病人 很可愛的東西 他明明知道他有膽結石 他基本上有時候覺得還OK 他就會先撐著 那我到底是要先去把它處理掉嗎 如果說現在的觀念 如果說他已經確定 你那個膽囊的功能 基本上有受影響 你慢性膽囊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就你的膽囊壁有變厚 剛剛有書經有提到 這時候其實基本上 在現在還沒有急性發作之前 用簡單的內視鏡 打三個洞或四個洞 這樣其實基本上 可以很快就給你解決你的問題 是什麼樣 把膽囊拿掉 對 把膽囊拿掉 只能整個拿掉 整個拿掉 那膽囊胭肉會膽囊炎嗎 我個人就有膽囊胭肉 一般膽囊胭還有胭肉 對 有 膽囊有胭肉 膽囊如果長胭肉的話 一般來說 你要我們在台灣 比較少見的是那種膽固醇的胭肉 那種胭肉的話沒有關係 那種胭肉的話它會變小 如果說一般是 沒有變小 怎麼都連來都是一樣 那是膽固醇過高是不是 不是 因為膽囊胭是 它的膽囊裡面黏膜 黏膜細胞所長出來 我們只給大家一個觀念 你定期做追蹤 當膽囊胭肉大於一公分 一公分的膽囊胭肉一樣 就是拿 就把膽囊一起拿掉 就這樣子 對 怕病變 對 會變成膽囊癌 那時候 我有追蹤 0.9 快了 快了 你快沒膽了 我會沒膽了 不用怕 別怕過啦 那王老師好 那你如果是用飲食的角度 當然剛剛你又講說 膏鹽 膏油這些東西 我們盡量避免 那吃什麼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可以 避免膽囊癌 對 因為我們膽囊癌裡面 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膽結石 有一個王醫師提到 就是膽固醇的結晶 所以第一個 你要控制食物的膽固醇 當然不好的油脂要少吃以外 多吃一些高鮮的食物 我常說高鮮跟高抗發炎的食物 那高抗發炎的就包含 像所謂的 有他命吸壓 像這個所謂的 子化素 像我們知道類黃銅類的這些食物 或者是像 歐美加3 子化素簡單講 就是顏色比較深的蔬果 對 只是說它的類別裡面 有一些比較有 綠色 紫色什麼的 對 子化素的 比較有這種抗發炎的作用 維他命吸也抗發炎 再來一個像歐美加3 這種所謂的不飽和脂肪酸 它也有抗發炎的作用 所以這一類的食物 其實在三餐當中 你要盡量 不要只有鹽酥雞 鹽酥雞可能配點洋蔥 大蒜 九層塔 大蒜有 鹽酥雞吃大蒜 或者說你一定要鹽酥雞 弄點炸花椰菜 就是起碼平衡搭配一下 或是少量 對啦 少量 適量 3 定食定量 對 來 剛剛我們這個是膽囊鹽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還有N肌的壞習慣 包括經常跟朋友喝酒 小聚一下 還有就是甜食控 另外吃澱粉才有飽足感 酒我還好啦 我不太喝酒 因為我酒量也不好 但是 甜食 我非常喜歡 就是在我生病之前 我是非常喜歡吃甜食 我的醫生都還有說 他覺得我就是把 身體吃甜食吃到發炎 他說就是吃過 妳量也有這麼誇張 我講我以前有一個 我大概講我以前的時候 比如說 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賣那個芋泥蛋糕 對 因為我從頭來不就有一條 對 然後比如說起床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一片蛋糕 配一個牛奶當早餐 這樣還好吧 還好 還好嗎 很快 一片還是妳就這麼大一半 不是一片 你的一片是一條嗎 不是啦 就切一點點 然後妳就配牛奶就吃完了 然後中午就工作了 工作妳一定還是會吃一點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中午吃完飯不是應該來點甜的嗎 就覺得應該來一杯 比如說珍珠奶茶 然後珍珠奶茶 妳就覺得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沒有配東西好奇怪 所以就把那個蛋糕 再拿出來切一半 就把那一半吃完了 一半 對 吃完了 然後吃完之後 胃口還沒醒 然後晚上就想說 其實也不餓 就是也沒有特別想吃 可是妳就想說 可是妳買那個蛋糕 如果放幾天 它就會壞掉 很浪費 再把它吃掉 那不然今天就把它吃完 所以我這樣可以 一天吃完那一條 那很厲害 然後也吃糖果 吃什麼這樣 女生是不是都這樣子啊 我是就是 我剛剛說我愛吃澱粉 而且我是可能三餐都喜歡吃麵食 我可以早餐吃淡仔麵 中午就是吃意麵 晚上吃烏龍麵 妳有北方人啊 對 我媽是山東那邊 我外溝那邊 然後所以我非常熱愛吃麵食 然後麵食你吃完 我自己會覺得你感覺 吃完正餐 你不吃一個甜點收尾會很怪 所以我不會吃大量 但我會一定要 吃一個小小的或什麼的 然後就是讓人家覺得 就吃完感覺就是有一種 收尾我今天吃飽 Ending的那種感覺 而且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就譬如說我們吃東西 然後就是吃完錄完了 然後東西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不會吃了 可是我會把全部東西都吃掉 哇 你在幹嘛 當熱色魚你幹什麼 怕浪費 我是怕浪費 因為店家會在旁邊看 你不吃完不好意思 真的 然後所有那時候 我都會就是全部吃光 然後我吃光的時候 我又會喜歡坐著不動 因為我不運動的人 然後我坐著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這邊 然後就是不舒服 太脹了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吃完我就會想睡覺 我一度覺得 我去買的那個麵店 有幫我下米藥 唉唷 什麼 我真的只要一吃完 我就會攤在那邊 然後我就眼皮好重 然後這邊就脹脹的 等到醒來的時候怎麼樣 醒來有衣服 還在 還在 又買我外帶 我外帶 然後就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邊有一點點不舒服 然後你就會去蹲廁所 可是蹲廁所 也蹲不出什麼東西 對 會痛 會痛 就隱隱的痛而已 你突然就是 就是你常吃甜食會喔 會不舒服 是胃痛嗎 我們都會覺得是胃痛 就只是肚子不舒服 或者是胃酸過多這種 男生可能就 又不一樣的吃法對不對 你吃什麼 你是會喝酒的嗎 我是很喜歡吃澱粉 就是以前吃便當 一定要吃兩個或三個 那種飯 然後我其實不用什麼菜 我只要夠鹹 然後配飯就覺得很爽 就一直爬飯 然後現在是因為出外景 我們那個拍剩下的 我們就會打包 然後晚上大家收工之後 就會買酒 一起配那個宵夜 然後一起吃 然後聊天工作狀態 所以就會常常喝很多酒之後 然後又吃得很飽 然後肚子就會覺得 脹得很不舒服 就是有點喘不過氣 你已經撐爆 然後吸不到氣那樣 很不舒服這樣 喘不過氣也有 你也是刻苦刻難的一種個性 不是因為我想說要省一點 對 你的打包可以回去吃 你就知道黃鐙會給他多少錢 你跟經紀人那樣 對啊 黃鐙會也很省 打包剩飯回去吃 你看對不對 充很多 所以這些NG的壞習慣 我們小心什麼 小心的是胰臟眼 胰臟眼 胰臟眼會發言 胰臟 胰臟在這邊嗎 胰臟是 我有一個朋友 你的朋友怎麼都在送醫院 不是 我不知道這個才妙 是有一次我們跟我們的朋友 聊起生小朋友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看他生 就是他生完小朋友在月子中心 因為他自然產 那大家自然就會聊起說 好 自然產好痛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說還好 他說沒有他胰臟的 發言的時候痛 可能也是飲食相關 胰臟眼 對 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胃 胃下來的時候 不是有個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 本來像一個C型 然後這個胰臟就躲在 這個十二指腸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圖的比例 基本上沒有那麼大 胰臟基本上是比較小的 像個我們在母趾這麼長 還那麼小 對 胰臟是算小的 這麼小 胰臟這麼小 太小了 對 這樣子 那骨臟有多大 沒有骨臟 骨臟很長 很大 這個比例很遠 肝臟基本是要很大的 肝臟是很大 胆膀是比較小 胆膀這個位差不多 胰臟這樣 胰臟基本上後腹臂 胰臟在我們去買豬的時候 你看那個豬飯糧 就被 腰臟 腰臟就是這個 腰臟就是這個搜查 因為豬比較大 豬的胰臟大概有 差不多一尺這麼小 腰臟 所以它在腰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腰臟 腰臟就這個地方 它會發炎的原因 基本上其實 我們剛才前面提到 胆囊 胆囊鹽 會跟胆結石有關 可是如果你的胆結石 沒有引發你的胆囊鹽 慢慢從這邊胆管到腫胆管 掉下來 掉到這個地方 會卡住 這個胰管的地方的話 會引發出胰臟發炎 這是跟胆結石 引起的胰臟發炎 這會占了一大半胰臟 另外就可能跟你有什麼 喝酒 然後喝酒 我們看說胰臟 先講胰臟有什麼功能 胆囊是濃縮 儲存胆汁 濃縮胆汁 胰臟它會分泌三種酵素 所以它本身要分泌的 這些酵素很多 所以當它發生石頭卡住 或是因為這胆管阻塞之後 它這些酵素 會造成它胰臟裡面 自己的一種叫做 這個問題就非常非常的麻煩 所以剛才有提到說 胆囊鹽急性的 你不會發現 等到你很久很久發現 原來慢性胆囊 但是胰臟鹽 90%以上都是急性胰臟發炎 一痛起來 剛才有提到 真的別吹小孩痛 比身小孩還痛 剛才有提到說 剛才有疼痛 差不多三分四分痛 胰臟發炎的痛我告訴你 病人進來 他可能是被人家這樣彎著進來 對 剛才有提到說 要幫病人做檢查 要平躺 病人沒辦法平躺 病人會像一隻蝦米一樣 躲在那個地方 這樣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這個問題很嚴重 不能等閒四肢 真的 那為什麼喝酒 喝酒跟胰臟發炎 因為胰臟發炎它的因素 基本上它大概有三個危險因子 第一個 你有膽結束 第二個 你跟喝酒 第三 三酸甘油脂過高 所以你本身喝酒 會造成胰臟這個問題 所以喝酒 基本上是主於慢性的喝酒 尤其你平時有慢性都有喝 造成它的狀況 快一次大量喝之後 它會造成急性的胰臟發炎 這關就跟三酸甘油脂有關 所以如果去做健康檢查 你的三酸甘油脂超過五百以上 醫生就擔心你可能會引發 急性的胰臟發炎 就開始幫你用藥 這個三酸甘油脂高的話 就跟你吃那些零食甜食 澱粉類的東西 甜的水果又跟喝酒有關 這些都影響你的三酸甘油脂 也引發你的胰臟發炎 完醫師講完以後 大家可能會比較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胰臟炎會這麼痛 我舉例一下 各位有吃過鳳梨會刮舌頭對不對 對 那鳳梨裡面有什麼成分 就是因為 那我們的舌頭是不是蛋白質 如果有時候我們人的體力 免疫力差的時候 你的黏膜比較保護力不好 其實那個蛋白質分解酵素 等於是在分解你的蛋白質 哦 分解我的舌頭 對嘛 那這個畫面 好像那個拍電影有沒有 一塊肉放在眼角裡面 慢慢溶掉那種感覺 啊 那你的蛋白質就被分解 所以這個痛好像拿個刀子 在割你一樣 所以你的胰臟 剛才王醫師講 你的胆汁逆流 或者醫院逆流的時候 造成你的 等於是你自己的那個器官 在怎樣 被溶解啦 自體溶解自己 等於是自己在溶解自己的感覺 所以那個痛 你能形容嗎 好像火在燒你在溶解它那個感覺 就是我們的內障症 放在王子裡面的那個意思 啊 對 對 這個比喻就 是這個意思啊 是沒錯 這個比喻就有點像 這個地方是我們消化道的 不是叫三叉路 N叉路 你的消化道 膽管 儀管全部在這邊 當這邊發炎之後 這邊全部會受影響 它基本上移上在後腹壁 前面有我們的大型的血管 我們的腹腹 所以這邊發炎之後 它的致死率非常的高 因為它一發炎之後 它旁邊的組織 全部 全部都用網水去泡它 那就產生急性發炎 旁邊的器官全部會受到影響 我們之前認識一個 也是很年輕的 非常非常年輕 第一次發作 送進醫院就沒有出來的 啊 年輕人男生才三四十歲 喝酒之後嗎 他就熬夜也沒有幹嘛 所以可能是跟膽結石或什麼有關吧 他真的他也沒有喝酒 但他那個時候想說怎麼回事 這麼小的病 我們那個時候不認識胰臟炎 都以為是小病怎麼送進去 後來就聽說沒有再出來 才知道很要命 可是一般人真的不認識 這個疾病的嚴重性 之前有個台商是怎樣 台商他在大陸 因為三不五時就是要喝酒應酬 所以他也是常常應酬完之後 就覺得胃不舒服 然後他想說大家都知道 什麼酒瓜味啊 就知道什麼對胃不好 所以偶爾也會吃一些護胃的東西啊 然後什麼解酒的 所以他也沒在注意 那有一次是他應酬完之後 那一次他痛到後來他發現 他吃什麼胃藥都沒有解解 沒有辦法緩解 而且那個痛到他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幸好他那個時候非常聰明 他只要直接跟他助理說 反正有什麼機票都買 頭等上的機票直接買趕回台灣來 直接進醫院 你就進去就發現 胰臟炎 急性胰臟炎 他說真的好險他又趕回來 不然他可能在大陸就喪命了 對啊 他說以前一直以為說他喝酒瓜味 可能是這樣後來沒辦法 那一次喝的比較多之後 真的直接就發炎了 他這個痛起來 我剛才有提到說 他的痛是非常痛 病人會打冷戰會冒冷汗 所以基本上一般你那個樣子 我說實在的 不要說就算你痛到暈倒 你的家人看到一定會把你送去醫院 醫院按照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從嚴重的疾病來判斷 但很快就可以找到說 你是胰臟發炎 除了說你剛才開始發炎之後 你拖的時間可能超過兩天三天 剛才那些酵素 剛才明友老師提到 當那些酵素造成這邊 全部都發炎的話 整個這個器官都受影響 那會影響到你怎麼 裡面會敗血症 會有細菌感染 會菌血症 那你會所謂電脊質不平衡 會叫什麼 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有可能兩三天就可能 就病情會變化很大 對 病情會變化很大 所以你說他平常慢性會發炎嗎 他說慢性他是不舒服 他不是這樣會有慢性嗎 他說你會覺得吃完東西喝完酒 會覺得怪怪的 其實那怪怪的都還好 基本上這次叫還好 說當有一次剛好 石頭醬竟然一卡住 很痛 或是剛好那一次剛好急性的問題 導致這邊有狀況的時候 整個那個酵素分泌到自己裡面 造成自己的其他問題發生 所以我沒有辦法靠平常健康檢查 來看它的功能性嗎 文華你問的這個問題是最好的問題 以上躲在哪裡 後腹臂 後腹臂 一般檢查 檢查不到 你每次去做超音波要看 肝膽疑皮腎 每次超音波會有告訴你 肝膽疑皮腎 都告訴你疑咧 前面空氣太多 無法檢查出來 他現在會發明一個檢查得出來 相對不容易看到 對 相對不容易看到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確定 已經疑上發炎 疑上水腫的時候 你如果電腦站 發現已經很水腫了 那表示就是你要積極處理 那我們平常有哪裡不舒服 可以判斷他是疑上症在發炎嗎 很難 因為他的位置你看 他這個位置離什麼 離位又比較接近 雖然他是在後腹臂 他是被夾在中間的感覺 對 他是在後腹臂後面 那位置是在他前面 那基本上那個位置就 那痛起來你就覺得 也是覺得好像 胃怪怪不舒服啊 因為這個是平面圖 它立體圖它是藏在 器官的後面跟脊椎中間 這一代 對 在脊椎的前面 那我不能從後面做超音波 或什麼這樣 做不到 做不到 也做不到 脊椎擋住 真的我們想像的 所以如果我們覺得 我們胃有問題 可能要考量 不一定只是胃的問題 沒錯 就是這一集的題目 就告訴大家說 沒有錯 重點是這根 現在知道我們的主題了 這老棒重點 抽血有什麼指數嗎 有 它的那個 它有個澱粉霉會升高 那基本上這樣 還要做比較的話 基本上等到你澱粉霉升高 醫生應該說 你的症狀都很明顯 就注意了 還有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糖尿病跟胰臟 也是有關係的嘛 沒錯 所以這個胰臟的功能 不只只有大家在今天 討論這個胰臟 其實糖尿病也是 其實跟他說 胰臟有兩個功能 一個叫內分泌 內分泌就是分泌那個胰島素 其實它對糖尿病 胰島素就比較有概念 那這個胰島素 就是胰臟的一個功能之一 它是主要內分泌的功能 那我們今天強調是 它的外分泌的功能 是它分泌這些消化的 澱粉酶 蛋白質酶 跟那個脂肪酶這個東西 那有沒有一個什麼 大家聽到會 要命好害怕 好像說我們只能 靠運氣什麼時候 有什麼狀況 應該說 有沒有一個時間點 譬如說 很擔心 它不舒服或疼痛起來 很擔心 我們最常見的病人是這樣子 都站起來 有私人都站起來 他都以為他胃痛嘛對不對 然後可能吃了胃藥 就沒事了 可是有時候胃痛很厲害的時候 去看醫生 醫生看醫藥的時候 感情不好 不要做胃鏡 就胃鏡放進去咧 胃鏡都很好 胃也沒問題 十二指腸也沒問題 這就要考慮到其他問題 那這時候 以上這個問題就要列入考量 外醫師講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也遇過一個 朋友的爸爸 真的是接近百歲人瑞 那他就是因為這個狀況 老人家講不清楚到底哪裡痛 那老人就送到這種一般診所 診所說開胃藥 真的就這樣吃了半年多 哪一天就突然有一天就 過完年不是吃多嗎 一吃多真的就休科 發高燒 結果一送醫院才知道 他早就已經在發炎了 他的胰臟跟膽囊 因為他就是膽結石阻塞的 所以他就逆流膽囊 膽脂都已經三倍大 差點爆破了 那就是因為這半年多 不知道他是膽囊炎跟胰臟炎 一直以為就是胃病 一直吃胃藥 就是去診所拿胃藥吃 這樣吃半年多 其實大家就沒有解決 他是其他的問題 對 其實剛才大家很擔心說 到底怎麼那個 其實你想想看 王醫師剛才有講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胰臟炎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膽結石引發 對不對 膽相關 所以膽的相關很容易注意 就是我們剛才也注意到 那種吃完飯之後的疼痛或什麼 所以你如果把這邊顧好 那其他比較少發生的 你就不要喝酒 不要大量什麼 什麼碳水化物一次吃很多 會造成酸甘油脂升高的東西 一次吃很多這樣就好了 這樣聽起來好像胰臟炎 我們不能砍化給上一代 你看都是遺傳 不是跟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黃老師 有哪些是NG飲食 所以你看剛才我們已經解釋了 胰臟的主要功能 所以第一個要避免就是 不好消化的食物 因為胰臟最大的功能就是 分泌消化酵素出來 幫我們吃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幫它消化 所以你沒有胰臟 你吃的東西完全不能吸收 譬如什麼東西不好吃 最簡單我比喻 我們吃生魚片是不是生魚肉 如果一樣同一塊生魚片 我沾了粉去油炸炸出來 你覺得吃哪一個比較會撐 炸過的一定比較會撐 油份比較會撐 對 就是比較不容易被消化 因為油脂的排空時間最久 我們吃一個水果喝一個果汁 一兩個小時就消化掉了 但是你吃一塊炸過的東西 可能要四五個小時 所以油炸就不能吃太多 就是你不好消化的 越不好消化的 那像什麼油飯這種 對類似就是 大原則就是你覺得 所以為什麼剛才你們講的現象 只要吃下去就撐很久 悶很久 年紀越大悶越久 那就是因為你的消化液不夠 那像你光這一點 我們飲食裡面最少 五六成以上都是這類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現象 你一定要減少這個部分 我就統稱不好消化的 所以油炸類是第一名 那當然一些加工類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 它分泌胰島素要控制血糖 所以高糖分的 剛才現在李懿講 你吃薯條可能還要配甜點 甜點如果配蜜地瓜 那全部都是甜的 澱粉類太多 那你都會增加胰臟 分泌胰島素的負擔 好像我們在一直操勞這個器官 你一直操勞它 它當然會發炎 好像我們肌肉一直動這個肌肉 這個肌肉會發炎 這道理是一樣 所以你要讓它休息 剛才王醫師講 你要讓它休息 所以稍微吃清淡一點 甚至適度的把量稍微減低一點 讓胰臟分泌這些酵素 胰島素的功能降低一點 好像工廠 放颱風架了 休息一下 對 其實我現在情緒蠻低落的 因為我老公又有膽結石 然後 又還有肌肉 又有肌肉 我一定顧不了我 一個0.9公分 問題是他常常吃飽 覺得很撐 不舒服 然後一直覺得 他有真的吃得很多嗎 可能就吃某一些比較不好消化的東西 然後他就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一直覺得就是胃食道逆流 或是本身胃的功能不好 所以現在要考慮會不會是胰臟 也出狀況了 應該說可以考慮 但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基本上這個科 不管是膽結石 胰臟發炎 膽囊發炎 胃發炎 或是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都在這附近 基本上要看什麼科 肝膽腸胃科 對 肝膽腸胃科 是一樣一個醫生看 對 一個醫生看 把你這個問題 等一下 肝膽腸胃科 你有胰臟啊 你好聰明喔 他胰臟歸他廣溫 肝膽腸胃胃胃科 太長了啦 這樣太長 對 太長了啦 不會啦 這樣大家比較知道 就很怕他醫生到時候出問題說 胰臟 我有血嗎 我沒血 好啦 現在他會寫消化內科好不好 消化內科 會有耗發季節嗎 王老師 耗發季節我發現 應該就是那種 變天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秋冬 我開始 因為夏天通常不會食慾這麼大 而且夏天都蔬菜水果瓜果多 對 大家很喜歡 但是一秋冬一冷要吃什麼 進補 對 羊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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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酒 就是那個還要配合一點小酒 而且吃一點小菜 可能那個湯本身就整鍋都是酒了 對 你可能還有小菜 又比較重口味的 像花生 小魚乾這種的 這一類的 你如果一餐突然這樣吃下來 可能你就像講累積一天都沒吃 突然這樣吃 很容易造成這個現象 這個季節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比較好的建議 建議 我給大家幾個口訣好不好 比較簡單的 來 衝脫泡蓋送 對 類似 七字訣 第一個 湯湯水水五分飽 飯前先喝一點湯水 你看我們港式飲茶有沒有 先喝一點茶 生鮮蔬果不可少 多吃蔬菜水果幫助消化 那少量多樣營養高 少量多樣 尤其有胰臟的人 不要一切吃太多 就是每一個都有 都一點點 對 另外一個 菜肉菜飯 數據好 不要先吃澱粉 先吃菜 澱粉會讓你的血糖很快上來 除非吃臭米 這種就還好一點對不對 再來 慢慢吃七分飽 七分飽 不要吃太撐 你都是這樣對不對 你都吃七分飽 再來就是 消化順暢活到來 這個七字訣還不錯 這每一句話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們能做到的人真不多 盡量做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方向 還有哪一些不是胃痛 但感覺像是胃痛的一些疾病 要提醒大家 大家看我們的圖板又出現 胃在這個地方 上腹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的腹腔 腹腔上去 就是什麼腔 胸腔 心臟在哪裡 心臟就在我畫著胃這個地方 最多的心臟 心臟在那裡 因為橫膏膜就在這個地方 橫膏膜 這邊有個橫膏膜 橫膏膜就是你去切那個 關聯就是橫膏 我們醫生只有一個好處 每次吃到豬肉的東西 在想說這在我們人體上面 是哪個部分 這樣病人不要容易懂 吃個黑白切 細這麼多塊 對 沒錯 你懂的話 我還要再問一些其他的 有人說到底是哪個地方 好像現在脆腸到底是哪裡 要問清楚才能切 橫膏膜在這個地方 上面心臟就在這邊 所以如果有些什麼 心肌梗塞 尤其是屬於下臂 就是心臟下面下臂的心肌梗塞 它會以為什麼 以為是胃痛 就是這樣 你以為心肌梗塞 就比這個疾病 就更嚴重了 如果玩心肌梗塞的話 你沒有在黃金時期處理的話 很容易就造成 就是死了 這塊上面還有肺 有些肺發炎 尤其是肺下葉發炎的話 它會以為什麼 它以為也是胃在痛 這個地方它是一個交界的地方 雖然是屬於腹部的下面 上面胸腔的部分也要考慮到 好 但這樣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簡單請教你一個 我們稍微整合 因為如果我有一種疼痛 你除了胃痛以外 聽起來似乎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黃金治療期 不能脫 我們要不要搞得很清楚說 我胃痛到底是什麼感覺 除此之外的 我們就是去趕快找醫生了 是不是這樣講比較簡單 應該說胃的感覺 大家如果是你是吃飽飯 那種悶悶脹脹的 消化肚肚 可能剛才弄一分痛兩分痛 那可能過了時間 過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會慢慢緩解嘛 因為你消化再怎麼擦 它還是會慢慢處理掉 這表示你的問題就是 這樣就過去了 可是如果說 當你過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沒有越來越痛 甚至你已經可以坐下來 躺下來休息 還是睡都睡不好 躺都躺不好 可是你的問題一直在惡化 那過了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那一定要就得開始 那個就別拖 對沒錯 另外一個提醒大家最直接的 如果你大便拉出來有油 馬上要找黃醫師 有油 你可以看得出來有油嗎 就你浮在上面 上面啊 浮成一層油 是喔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膽脂 胰臟分泌的消化液 都是跟脂肪 代謝有關係 如果你變出來的脂肪 沒有被身體吸收表示 你這兩個地方一定有痛 那也許有油 但是你不見得有痛 對 也有可能 那如果合併痛的話 就一定要看醫生 應該沒有痛 你要看醫生 了解 這個很在意 很重要對不對 對 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這些可能都跟我們飲食 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王老師 我們來弄一個 顧好你上腹部的料理 讓大家吃得好 健康面具 謝謝 謝謝 王老師 今天這一道菜 大家想說 居然要顧健康 會不會不太好入口 對不對 對 但是 很好吃 因為這一道 剛才講的 大家都喜歡吃甜食 那甜食對這個胰臟 對這個膽脂的分泌 可能多少一些 負擔 尤其是這個 我們講的血糖的問題 對 所以這一道是算是健康的甜點 甜甜湯 但是我們的甜湯 我們用的是天然食材 對 都天然 而且要 水果 沒錯 酒釀 對 白木 對 這個就符合剛才我們講的 你看這個酵素 我特別挑這個都是 比較酵化酵素的 蘋果 木瓜 鳳梨 而且它口感都不錯 多吃一點發酵食物 會降低我們消化的負擔 就像泡菜對不對 它幫你消化一半 泡菜要分 有分 像很多台灣 台式泡菜 它其實沒有什麼發酵 它算輕醃漬 對 輕醃漬 沒有 所以你看發酵食物 就像很多人喝鮮奶會拉肚子 喝真的發酵的優酪乳酥 不會拉肚子的 因為它有發酵的作用 所以多吃一點天然發酵的 酒釀 這是酒釀 另外白木耳 它就是比較高鮮的 可以吸附一些膽固醇 吸附一些 膠質有錯 還可以降低GI值 好 我們現在的話是怎麼樣 先把白木耳先下過煮是不是 我們吃 剛才吃 因為白木耳稍微要燉煮一下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個訣竅 一般白木耳買回來泡開 直接下去煮 這樣有時候你要燉很久 浪費電 我建議大家 你可以把一半 先用果汁機把它打碎 這樣很快 你這樣子的話 這一半下去熬它比較快 像燕窩這樣 口感會比較快化掉 這一招其實你也可以用在黑木耳 對 都可以 你像四壽黑木耳汁有沒有 對 你就家裡面你先把它打 打完之後再下去煮 好快 對 那這個昌明煮食久了 大概都快 我們家這樣做 真的喔 是亞蘭這麼做 對 他沒有在做 我只是轉述他的做法 OK 那因為天氣冷了 我們都知道吃這些生鮮蔬果 它寒涼 寒涼如果中醫來講 他們也會覺得你這個有沒有 脾胃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通常我們會給它溫熱的食物 所以我們這個煮滾之後 對 我們把它關火 一般燉好之後關火 我們就把這個 有點像吃味噌一樣 酒釀 味噌也不是要一直滾 味噌也是希望大家有沒有 關火才把味噌加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一樣 我們把這個新鮮的酒釀 不管你是紫米的或糯米的 都OK 你就適量 因為它也有甜味 又一點點酒氣 所以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這個就適量看個人的喜好 那就代替糖 也不要加太多糖 我可以這個汁 像我都喜歡把這個汁稍微加多一點 各位喜歡就可以稍微多一點 等一下可以適量加 再來我們就 我會加一點點薑汁 薑汁 對 加一點薑汁 因為天氣冷 薑汁刺激 對 它有刺激這個血液循環 薑汁都加了你那個鴨 如果要不要放一些 這樣 這樣 對 好 開玩笑 口感不一樣 等一下你聽到 枸杞 加一點枸杞 枸杞其實是好東西 因為它很高的植化素 β烏蘿蔔素也是可以抗發炎 不是說也是明目嗎 沒錯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鳳梨 鳳梨來了 對 那就切成丁 像我就是大概一口的這個量 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很好 因為不然你還在滾當中 水果也放進來 水果的口感就會沒了 還有它的營養成分 也會比較容易流失 關火 對 那就是木瓜 其實我覺得各位 我今天是剛好準備三種 冰熱的甜湯 因為這三種都是有 比較多的消化酵素 對 如果你家裡只有一種 就加一種 OK 今天是為了節目 我們就有三種 我們就三個 顏色也比較豐富 其實我就在想 那你酒釀白木兒 我可不可以煮完之後 我把它放涼了 我再把水果放進來 吃涼的 吃冰的 但是OK 因為我們今天是秋冬的季節 他們還講練 所以夏天就可以釀的吃法 夏天就是你放好的 放到冰箱冰的以後就吃冰的 對嘛 也可以 沒錯 其實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來吃吃看 如果你覺得甜度 酒釀甜度不夠 再調一點那個 糖 這樣就可以 這個天然的甜湯 這個可以多吃 沒有問題 真的 比較多有負擔 味道可以嗎 好吃 超好吃 我好喜歡酒釀 沒想到可以這樣搭配 湯米本來有時候 還要加鴨肉 不行 就破壞了 對 口感超有層次的 它的味道 而且加薑好厲害 對 一定要加薑 而且沒想到 熱的水果這麼讚 一般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都知道吃熱沙 溫沙拉 其實這個是溫的甜點 其實我覺得把水果 這樣露菜其實也滿好的 所以這個 三種水果 所以你每一種水果不同 在嘴裡咬的時候 它那個 味道不一樣 味道都不同 對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吃完 剛才講的油膩的有沒有 很撐很脹 你這樣子搭配 其實可以幫助你消化 好吃 因為如果冬天的熱甜點 大家習慣那些什麼糯米類的 像湯圓 芝麻 芝麻 都是太油了 而且它米的成分很多 對於這個 如果你本來已經有一些 以消化方面的問題來講 真的是負擔比較重 所以它這個相對就是清爽很多 而且對你的消化來講 就是沒有太大的負擔 幫助消化 對 而且還可以幫助你腸味道的蠟動 對 其實我覺得你中藥材質加了一個枸杞 就是紅棗也可以加一點 紅棗也可以 甜的 對 沒錯 只是如果紅棗你放的話 就是不要帶酸味那種紅棗 它不會這樣 其實也OK 看個人 如果你覺得你喜歡 只是怕吃了開胃 又吃太多 這樣 這已經很開胃了 好 所以今天我們跟大家講 不要再輕膚了 我們上夫婦有時候 是隱隱作痛還突然注痛 如果不對勁 真的就找醫生 不會分辨 找醫生 不要拖 找醫生 好不好 平常作息正常 飲食清淡 這是要遵守的 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